我們看到韓國瑜現在人在廈門 今天陳志忠就按鈴聲告了 告他叫做外患罪 可是蔡英文這麼一聲力下 陸委會說要罰這個韓國瑜 甚至還不排除要關他三年的時間 可是中天新聞 今天NCC馬上就開始罰 而且用兩條愈加之罪來罰我們 一罰就是那一百萬 這意思就是說 我一次雙殺就可以做掉你 2020這樣子民進黨就穩著了嗎 罰50萬韓國的 他就死50萬的民心 罰中天100萬 他就死100萬的民心 我們的人民已經很清楚 媒體自由 為什麼北台不看要看這台 因為這台在報真相 所以報真相我才會轉來52台看 我在看52台在報什麼 你當作台灣的人民 傻傻對我們去北方 我們在這裡黑白說他就黑白聽 你黑白說他就給你轉去北台 所以你說的是一個屬性 又是怎麼跟你發 因為你說到他們 他們都過去 他們在騙農民跟蝦民 所以你們現在把農民跟蝦民 說到給他們帝國 農蝦民各秤 他們覺得這樣慘 為他騙到他的政權 你不記得 3月10日保存你會記得嗎 不是說這個郵仔倒在擠擠擠擠 說的叫雞新聞 是啊 但沒有你們為什麼說倒在擠擠擠 有嗎 結果有嗎 有了 農民又把鄉民拿出來 如果沒有拿出來我們就去奧運 現在一個說了 3月16投票 3月11日 我們一個簽約之後 他說什麼 說一兩次 你要買五十卡會擠多少斤 你知道嗎 七十萬斤對不對 七十萬斤 我們說五十卡會擠出離 文壇 出離後還加五十卡會擠 這樣就變多少萬斤 一百四十萬斤對不對 連那些農民說 有兩百萬斤倒在擠擠擠擠擠 他們說 就沒有那麼多 那個三三的大約 整禮拜都看 他說 整個麻豆 一年都剩三十萬斤的油 一年 剩三十萬斤而已 你吃兩天可以賣七十萬斤 可以賣百四萬斤 你們都在欺騙 這樣全你們都在做 那完全假新聞 我沒辦法 我骨仔他們農 現在來說一百萬斤 兩百萬斤 倒在擠擠擠擠擠擠擠 後來 現在選了他贏了 他們是不是選了贏了 是啊 他說整個麻豆 一年剩三十萬斤而已 你聽不懂 來 一張頭就有了 二二三 三會二二 上禮拜五 來 你給我看這什麼人 去集一個過國文 帶什麼人 帶成吉仲 去台南 說什麼 他跟郭文說 今年中秋節 他要準備收購一百萬斤的 刺激雲彈 就是怕你們再等一等 你說整個麻 可是他們之前說一年產三十萬斤 整個麻豆只有三十萬斤 現在光刺激品就要收一百萬斤 只要出錢 你看他三月二十 他就說要去收一百萬斤 今年要收一百萬斤 這樣要發露了 那一台要發露了 那一台在那裏補一星要發露了 所以他們是在逗亡 你補真相 林明角五 林明角五 他現在你去拖趁他的生小孩 你害他撈開 你現在害他之前沒有補 他沒辦法繼續騙 他沒辦法繼續騙我們的農民 跟蝦雲 剛才我們的農民跟蝦雲 都有這群可愛的人 每天在這裡說真相 所以大家會拖 所以為什麼叫做林明角色 林明角色叫你說 你應該就是去找更多銅鑼 不是 你看美國總統 川普在責習近平 他在計較的時候 為了關稅 關稅我要加10% 加15% 不然你如果不讓我加什麼 你給我賣給米 我的農民很少 你給我買牛肉 你給我買貴子 你給我買紅豆 你給我買豬肉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農民 為什麼他們一日做五點鐘 住農事 住別宗 我們的農民那邊 八晚上你看看 你們兒子跟你說 你一日做十五六點鐘 我們住地區 我們的政府就沒有在 帶我們找通路 不然你也說 去給米國買四千幾億的 賺刀機對不對 不然我給你買賺刀機 你給我買一些貨錢 不是這樣 帶我台灣的農民 你也可以賣給米國 不是 你看到我們的政府 要帶我們的農民 擔出通路 擔出頂堂 韓國瑜幫農民找出路 這個時候到國外去 這樣子拚訂單 可是我們中天新聞 去傾聽這些基層的聲音 貪犯庶民的聲音 都在我們的中天新聞放送出來 可是民進黨在這2020的 大選之前的時候 要清除一切的障礙 就像那周星馳的電影裡面 的一句台詞 他在說到 求證 旁證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選 看來倒霉的還是這些農民 鄉下鄉 鄉下無天龍 韓國瑜這時候變成 你看像這樣 怎麼沒有報到韓國瑜 你民進黨的高層 或是立法委員 勝志議員 都要去唱韓國瑜 當然這就是新聞性 你拔枚做卡通衣要看 沒有 小朋友在睡 對不對 你做拔枚 你拔枚做 你那邊晚上也睡 所以看中島 看晚上 這都總是要符合 觀看者的輸球 所以說今天 會說韓國瑜 可能破50萬 還有五年以後 尤其途形 中天破100萬 如果這樣的話 這真的是來時空錯亂 我說一大話 大家不知道 我講的嗎 這大話是這樣 來 台灣無法逃避一個中國問題 從文化地理來看 未來的一個中國 是台灣民眾唯一的選擇 這句話你有行動嗎 我不知道你們有行動嗎 但是又說 無論統一台獨 或者是維持現狀 台灣人民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未來的一個中國 台灣除了少數原住民外 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 雖然台灣是一個開放性的多元文化 但中國文化能是核心 我不知道 你們第一次前的朋友有同意嗎 後面重點來 大陸與台灣地理環境接近 雙方在經濟 社會必會發生關聯 交流是一種客觀形式的存在 無法以人為的方式切斷 在外國人看來 台灣跟中國都是一個中國 因此一個中國是 我們必須面對與處理 一個中國可能是未來五年 十年 甚至於更久兩岸共同發展 共存共榮的一個體系 我們必須與中國大陸建立一個 有意義的政治關係 你們朋友說 來 這些話說得有利嗎 有利嗎 我要請教蔡英文 蔡總統 這些話有利嗎 這些話是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你說的 蔡英文講的 這一些話是蔡總統講的 當陸委會時候講的 這是專訪 台北報導林哲鴻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假新聞 如果是假新聞的話 蔡總統你可以澄清說 這以前不是我講的 這些話是在促進兩岸和平 共存 共同發展 一個中國的架構之下 這專訪 90年的時候 現在如果你當總統了 韓國瑜現在做跟你講的 推動的中心思想跟核心價值 是一樣的 那何來外犯罪 何來外犯罪 所以說我們不能換了位置 就換了腦袋 當初說的為 還走過必留下痕跡 剛才這如果是假新聞 你可以告我 記者林哲鴻 90年你接受專訪的時候 所講的 我是念念重點的地方而已 整篇的專訪過程 我感覺怎麼會變差這麼多 變外犯罪 其實要嚴格公道回來 為什麼你這時候開始在 主動農民 剛才林哲說 你們過去有在在意農民 有在中時農民 等到中政權的時候 好像選了立委的時候 選了議員 做會晚上喝酒都是到那裡 那裡高層的 企業主都喝紅酒 把酒圓翻 等到要選舉的時候 還要來找這些農民朋友 如果不是中天電視新聞 在這段時間 下去到民間 下去到政客 下去到農民 甚至沿途去跟他們報道 那有人在中時 過去有沒有人在中時 過去沒有 沒有 所以說現在農民 農民覺得很有尊嚴 感覺他們是有中時 這也讓他們覺得 身為一個台灣人 土地的一份主 會公園得驕傲 因為過去都在利用而已 但是我常常說 農民不是靠補助的 農民要的也是尊嚴 農民要的是尊嚴 你今天韓國瑜的問題 韓國瑜的問題 不是出在電視台 是出在執政無力 執政無能 施政無方 給人民覺得痛苦 所以才有今天 借助韓國瑜起來 我也一再呼籲 你不要一直打韓國瑜 你如果繼續打他就選總統 你看說幾個月 他上任市長 就一直在呼籲這件事情 對 我一直在呼籲 講了三個月 三個月 對 這還不用三個月 兩個月就開始 孫總統 孫總統 我在說我有敏感度 所以有時候 租政真無地負 無地食 無關心 又拿二台出來插助 當人給他拿出問題 就說這都嫁 這都沒有 所以現在媒體也變成受害者 不要官逼民凡 我相信名在NCC電話 一定接報 這我承認 這時候可能電話不敢接 他們現在連數已經爆掉 爆掉了 對 所以說台灣人沒那麼好騙 我也跟大家 給蔡總統鼓勵一下 你過去的重心思想 你的核心價值 你說的話 我希望你能夠 尊照你心肝來去做 能夠重視這些農替民憑 拜託你 就用一些頭腳 旁邊的人 還記得再一次拜託 清清楚 不要聽那些太監們 不要聽那一些殘言 那一些殘存 那一些 我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佑華 看著我們今天中天新聞 被召NCC罰一百萬 你也被告了 可是現在韓國瑜 還有可能被罰辦 民進黨現在的做法 手段未免也太粗殘了吧 他除了粗殘以外 民進黨是一個非常不要臉的政黨 你不要被告 多一條 不要多一條 好 那我為什麼講 他是一個不要臉的政黨 各位去看 曾南龍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結果他現在自己 國安法他要重修 他又要修保防法 那請問 民進黨當年為台灣爭取的 言論自由 到了他們今天執政 他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 那這個政黨就是不要臉了 他的核心下肢已經沒有了 好 我再講到韓國瑜 那請問 你說中天可以不用報導 要罰一百萬 那我能不能懇請蔡英文總統 我懇請賴清德院長 我懇請蘇貞昌院長 陳其邁副院長 我只講這四個人 你們不要天天追著韓國瑜打 你有種你就不要打韓國瑜 今天韓國瑜這種聲勢 就被你打得起來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中天除了一百萬以外 我可以事先預告 民進黨會用更不要臉的手法 撤照或者關台 他過去他曾經對付過踢台的方式 他明年如果他重奪執政前的話 他會用這種方式對付中天 所以各位不要認為說他罰NCC罰中天一百萬 告我 告我那是我個人的事 我就不講了 你不要認為他是一百萬 事實上他有步驟 我現在講兩件事情 希望蔡英文總統你聽好 你心裡面你到底有沒有言論自由的概念 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 你有沒有 那我講的是疑問句 你有沒有用置入性行銷 去收買其他的電視台 然後甚至於他每一天的政論節目的討論 提綱跟來賓 你都要親自過問 有沒有 這兩件事非常嚴重 你拿人民的納稅錢去做你個人政權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如果我有說錯 我也請蔡總統直接告我 還有我也請陳菊或者蔡總統 你們既然聘請律師 你就不要透過檢察官 你就乾脆直接自述好了 你們扮演檢察官的角色 你把我繩之以法 我熱於接受 好 除了這個以外 更嚴重的事情 因為你到大陸沒有辦法監控韓國瑜 因為行政人員從2002年開始已經規定 不得進入香港 不得進入澳門 也不得進入大陸 那個是有規範的 就是說因為這幾個地方你進不去 你就用鋪天蓋地的方式對待韓國瑜 那新馬是因為跟我們算是不錯 友好 那你就叫情勢單位的 曾經擔任侍從官的人 一路從馬來西亞跟到新加坡 等於究竟監控 等於究竟監控 你對大陸沒有辦法 你對新馬那有辦法 你就那個監控 我想請問一下 韓國瑜他究竟是共產黨的 高雄市長還是中華民國的高雄市長 你怎麼可以動用情勢單位 動不動監控韓國瑜 動不動監控柯文哲 還列為重點勤收 可不可以這樣子 今天國家安全局長彭勝如影經講的 他建中聯辦並不違法 換句話說 你就馬上要修兩個 兩岸條例跟港澳條例 你就要法辦韓國瑜 最高情勢單位首長 都已經講了他不違法 你還是要這樣子做 我想我們這個國家 到底發生什麼事 總統的濫權可以濫到這種程度 然後舉全黨去封殺韓國瑜一個 還有封殺中天 我再講最後給我30秒 我就講媒體 自立他立跟市場選擇 自立他立跟市場選擇的話 就拜託蔡英文總統 你這隻手 還是不要進入倒傳播界來吧 畢竟你總統 你要處理的事情是很多 更重要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我爭取了 我爭取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